和宋承岩联姻第二天 我牵着小男友的手 和他在酒吧撞了个正着 他靠在卡座上 身边一左一右两位美女 倒是比我晚得花 我们的父辈都想通过联姻的手段 巩固商业版图 刚好他花名在外 而我也不是善茶 我俩一拍即合 我冲这位婚姻合伙人 举了一下酒杯 笑道 宋总品位不错呀 他瞥了一眼我的小男友 冷哼一声 你的品位倒是不怎么样 小男友将近紧张地后退一步 捏着我的衣角 小心翼翼道 姐姐 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 惹哥哥生气了呀 他睁着一双小鹿眼 楚楚可怜地看着我 我当即保护于爆棚 将酒杯扣在桌上 俯身逼近他 冷笑 宋承岩 我给你脸了是不是 将近赶忙拉住我 姐姐别这样 千万别为了我惹哥哥生气 阿静不值得姐姐这样的 少年鸭语一样的眼睛上 坠着两滴泪水 无端惹人恋爱 宋承岩的脸色更难看了 攥着酒杯的手 青筋抱起 温鱼 别告诉我 你就喜欢这样的 他身边的妖艳女人 也捏住鼻子开口 什么眼光啊 根本就不像个男人 我直接一杯酒 泼到了她的脸上 再次见面 是在宋家老爷子的家宴上 阳台上狭路相逢 她冷笑着将烟折断 讥讽到 温小姐能抽空回来 宋家真是不胜荣幸 我也不甘示弱 那两位美女 还没把你扎干了 宋少爷果然名不虚传啊 她也不恼 反倒起身上前 将我逼至墙角 温小姐此言诧异 虚不虚传 要自己试过才知道 呸 臭流氓 我赏了她一个大嘴巴子 晚上 宋承妍自然要和我住一个房间 房间花里胡哨的 大床正中心 还用玫瑰花瓣 摆出了一个爱心的造型 拉开衣柜 竟然全都是一些 不堪入目的睡衣 我脸颊爆红 狠狠瞪了宋承妍一眼 这些该不会是你准备的吧 她摸着半边还红肿的脸 咬牙切齿 是又怎样 我给我女朋友们准备的 不行啊 算你狠 我把宋承妍赶去沙发上睡觉 独占豪华大床 晚上闺蜜默默打来电话 向我邀功 怎么样 我给你介绍的小男友 还不错吧 说到这个 我就来气 你可拉倒吧 当初是不是没调查清楚啊 她玩得那么花 我都没说一个字 我才只拉了将近的小手 就被宋承妍这个老东西 给搅和跑了 默默也有些迟疑 不应该啊 我明明都打听清楚了的 这样吧 实在不行的话 我再重新给你 物色一个新人选怎么样 我总算松了口气 你赶紧的吧 趁现在双方 还没有太多利益牵扯 离婚也不容易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细微的动静 跑出去一看 宋承妍睡得正香 我暗暗冲她挥拳 等着吧 姐马上就要换了你 我哼着小曲离开 丝毫没有留意 某人的手指分明动了一下 第二天早上 我付将近的约 我俩刚在餐厅坐下 宋承妍就冲了进来 速度之快 让我误以为她早就提前埋伏好了 就等抓我这只鳖 只是路过江境时 脚下一崴 摔了个狗吃屎 我毫不留情地嘲笑 宋承妍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 真是活该啊 宋承妍摸了摸额头 抬头看我 瞬间红了脸 连说话都开始结巴了 票 漂亮姐姐 我皱眉 直觉不对 出于人道主义 还是将她送去了医院 诊断结果简单明了 摔坏了脑子 导致性情大变 我来了兴致 倒想看看 她能变得有多离谱 我推门而入 宋承妍的星星眼 再看到将近的那一刻 顿时黯淡下来 连声音都变得委屈巴巴的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不该在这个时候受伤 耽误了姐姐的约会 我愣住了 这脑子 难道真给撞坏了 弟弟这么年轻貌美 肯定很会吸引女孩子 不像我 那么笨 都没有人喜欢我 弟弟可真会打扮 可我明明有八块腹肌 还是穿得那么保守 思想也很迂腐 总觉得只能给自己 以后的女朋友看 我眼前一亮 满脑子都是八块腹肌 江静的脸都绿了 你说的都是我的词啊 我打发江静先回去 宋承言小心翼翼地 捏住我的袖子 一脸难过 姐姐是因为我 才和男朋友吵架的吗 如果我是姐姐的男朋友 才不会这么小气 整天惹姐姐不开心 我突然很好奇 宋承言脑子清醒后 知道自己说了 这种酸话会是什么反应 还真是令人期待呀 我把他送回老宅休养 却被宋老爷子 强留下来过夜 晚上 宋承言坐在床尾 若有所思 不知从哪摸出了结婚证 看着我俩的合照 不解地问我 姐姐 你是我老婆吗 我想了想 毕竟还没离婚 也就点了点头 算是吧 他忽然咧嘴笑开 然后起身 指着衣柜里的一件睡衣 一脸单纯地问我 那 漂亮姐姐 你能穿这个给我看看吗 那是一件粉色的兔耳朵睡衣 除了布料少得可怜 该遮的地方不太遮得住以外 还真是挺可爱的呢 我顿时觉得胸口凉嗖嗖的 恶龙咆哮 你想什么呢 当然不可以 我只是觉得 那件衣服上的粉色爱心很好看 一定很称姐姐 她的嘴角瞬间搭了下来 眼睫微垂 像是被主人拒绝贴贴的小狗 我竟觉得有几分可怜 猛然回神 我一拍自己脑门 她可是花鸣在外的浪荡少爷 谁可怜 她都不会可怜 我扔给她一个枕头 打发她去沙发上睡觉 她的震惊 不像是假装 我和姐姐是合法夫妻 为什么还要分胎睡 我彻底没了耐心 将联姻的真相全盘拖出 可她还是摇头 我怎么可能和姐姐是协议结婚 姐姐分明就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回忆了一下 自己和酒吧里那两位热辣美女的差距 整整差了有两个size 她喜欢我这种类型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第二天一早 我准备开溜 送家老爷子抢先开口 既然演小子没事了 孙媳妇你就把她带回家里放着吧 毕竟也不能耽误你们 新婚样不是 但是会耽误我找第二春啊 宋承言把脑袋摇成了波浪鼓 不行的 我在的话 会影响姐姐约会 最后关头 我一把捂住她的嘴 另一只手毫不留情 掐住她腰间的软肉 暗暗警告 老爷子止不住地笑 这新婚小夫妻的感情 就是好啊 我只好回了宋承言准备的婚房 里面一切物品俱全 就连沐浴露都有四五款不同的箱形 只是都被人打开使用过 宋承言不是没回来过吗 这些又是谁用的 我正愣神 客厅传来响声 玻璃花瓶碎了 宋承言脚上都是血 她看见我的第一反应 是缩着脖子 委屈巴巴地道歉 对不起 我的血把地板弄脏了 真是个笨蛋 我把她的胳膊搭在我肩上 扶着她去沙发上坐着 她突然重心不稳 整个人朝沙发上砸去 连带着我也被她压在了身下 宋承言的薄唇 擦过我的脸颊 最后落着我耳畔 呼出的气息是温热的 引得我一阵战力 皮肤上起了细小的鸡皮疙瘩 我正准备将人掀开 宋承言露出痛苦的神情 疼 我只好扶住她的腰 费力让她坐下 她伤的分明是脚 但整个人却像没了骨头一样 软绵绵地靠在我身上 她的脚确实被玻璃划伤了 有一道很深的窝口 处理起来倒是不难 但晚上洗澡却成了个难题 我转身的功夫 宋承言已经将上衣脱了干净 八块腹肌 一块没少 老天爷成不起我 她低着头和腰间的皮带苦苦斗争 最后抬头看着我 扁了扁嘴 姐姐 我打不开 而这 我用尽了毕生的自制力 才让双手准确地落在皮带上 没有偏移一分一毫 姐姐 你的手为什么在抖 给男人解裤腰带 这种事咱也是头一回干 能不紧张吗 我的手抖得更厉害了 一不留神就碰到了不该碰的地方 男人的呼吸都粗重了几分 手背上青筋凸起 救命 我咽了咽口水 你已经是大朋友了 自己的事情要学会自己做哦 宋承妍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直接一剪刀把皮带剪断 然后单脚着地 一蹦一跳地去了卫生间 我整个后背都被吓得湿透了 一点小场面就把我唬住了 我决定去A市最大的酒吧见见市面 听说里面全是和江静一样可爱的男孩子 谁流口水了 我不说 我准备溜出门 但浴室忽然传出声音 姐姐 我不小心把衣服弄湿了 能帮我拿一件新的进来吗 求你 死 这 这不太合适吧 我一边拒绝 一边飞快地去卧室拿衣服 手握在浴室把手上的那一刻 我不由自主深吸了一口气 我有预感 接下来绝对不会是小场面 开门后 水雾缭绕 我还什么都没来得及看清 一只手已经抽走衣服 迅速将门关上 只有手上残留的水汽 告诉我刚才错过了什么 我不死心 把脸贴在磨砂玻璃门上 可惜什么都看不清 你的脚受伤了 自己洗澡多不方便 要不 我进去帮帮你 水声戛然而止 不一会儿门开了 我重心不稳 一头扎进了一个湿润温热的怀抱 小心 少年的手落在我腰间 我被迫抬头看它 有一瞬 竟从那双黑眸中看到了一丝猫痘老鼠的细血 可定睛一看 那分明是双可怜巴巴的狗狗眼 我真的不理解 为什么有些人腿脚都不好使了 穿衣服的速度还这么快 我的眼睛 不甘心地从宋承妍的小腹处移开 转身嘟囔 身材在好有什么用 不知道用来取悦姐姐 都是白侠 宋承妍的嘴角狠狠抽了抽 半夜 我起来喝水 看见宋承妍倚着门框 脸色苍白 我刚走过去 她就身子一歪 准确地倒进了我怀里 脸埋进我发肩 连声音也软绵绵的 姐姐 我好疼 应该是脚上的伤口碰到洗澡水 发炎了 我趁机扑我塔 都说了让我帮你 你偏不让 这下好了吧 活该你多受罪 宋承妍小嘴一撇 哼道 姐姐 你确定是怕我伤口发炎 才想帮我洗澡的吗 我老脸一红 现在的年轻人 都这么叫真干什么呀 真是的 我连夜开车 送她去医院 好不容易将人安置好了 一抬头 看见了走廊上的江静 她捂着小腹 半蹲在地上 你怎么样了 看见是我 江静的表情很惊喜 我肠胃不舒服 应该是蓝尾炎犯了 她还想说些什么 但撇到了身后的宋承妍 嘴角立刻搭拉下来 墙扯出一个破碎的微笑 原来姐姐是陪哥哥来的呀 那不用管我 就算很难受 我一个人咬咬牙 也是可以坚持的 说着 瑶瑶晃晃起身 一副扶着墙 都要摔倒的样子 我皱眉 赶紧扶住她的胳膊 开了绿色通道 带着她去面诊 江静是急性蓝尾炎 手术完成后 她躺在病床上 苍白的脸上 闪过一抹飞红 看着我 敏唇一笑 姐姐真厉害 什么都难不倒你 我飘了 弟弟嘴这么甜 谁不喜欢啊 处理完一切后 我总觉得自己忘了点什么 等想起宋承妍这号人物时 已经是凌晨两点 少年沉着脸 站在江静的病房门口 我深吸一口气 准备好承受她的怒火 下一秒 她扁了扁嘴 却只说 我饿了 像没讨到糖吃的小孩 整张脸都苦兮兮的 我松了口气 那 我给你点外卖 起身要走 江静却拉住我的袖子 她眼睫一眨 眼圈都红了 姐姐别走 我怕黑 我刚有些心软 宋承妍忽然眉头一皱 身子靠倒在门框上 虚弱地开口 脚好疼 伤口应该又裂开了呢 我 一时间 我家在两位美男中间 左右为难 我把宋承妍扶回了病房 又赶着回来 给江静的床头 点了两盏小夜灯 迷迷糊糊 直接靠着墙睡了过去 第二天 我是在宋承妍的病床上醒来的 微微挪了下身子 身侧传出一声闷哼 男人的声音有些哑 几乎咬着我的耳朵 别动 我的身子瞬间绷紧 一动不敢动 直觉此刻的状况很危险 一只手勾住我的腰 将我从床的边缘拉过来几分 姐姐不困吗 再多睡会儿吧 她嘟囔了一声 用脸蹭了蹭我的头顶 没多久 就传出浅浅的酣眠声 我吞咽了一下口水 家人们 谁能告诉我 为什么男孩子的身上 也是香香的 宋承妍身上是淡淡的木质香 混合了一点医院消毒水的味道 很是特别 我小心翼翼地往外挪动身体 睡梦中的宋承妍都被惊动 微微皱着眉 神色不安 像是溺水之人 抓到了最后一根浮沫 她一把抱住了我的腰 别 别走 妈妈 别丢下我 阿炎会乖乖听话的 求你 少年的眼泪滴在我的脸上 带着烫人的温度 我无奈叹了口气 反手搂住她的背 一下一下轻轻拍打 像哄我三岁的小折一样 柔声道 阿炎乖 不走的 我永远都不会走的 不知是否是错觉 宋承妍的身体颤 抱住我腰的手 更用力了几分 半个月后 我参加朋友的生日宴 一个妆容精致的年轻女人 直奔我而来 她抿唇一笑 万种风情 温小姐你好 我是林向晚 说到此处 她诡异地停顿了一下 也是成岩的前女友 我摇晃红酒杯的手一顿 抬眼看她 吃笑 所以 她没料到 我会这样回应 一时僵住 半赏 又扯出标志性的微笑 所以我想找个机会 和温小姐聊聊 我觉得好笑 也就真的笑出声来 我是温氏集团的副董 不知道多少人求着 都见不到我一面 你想和我聊 你又算哪根葱 她狠狠攥紧杯子 分明气得要命 却不得不陪笑 林向晚的大名 我还真听说过 她是宋承妍 唯一正经承认过的女友 当时圈子里都在传宋少 为了她收心 也算是一段佳话了 只是两年前 林向晚不辞而别 杳无音讯 却在宋承妍结婚不久 回国了 这个时机还真是赶得凑巧 中围的人都对当年的事有所耳闻 虽然对林向晚的行为十分不屑 但在摸清宋承妍态度之前 也都不敢对她太过分 被我对了 林向晚也不离开 只是温顺地站在一边 楚楚可怜 这是铁了心要等宋承妍过来 给她撑腰啊 我当然得满足她 去 把姓宋的给本小姐叫 过 来 宋承妍喝多了 被两名保镖架着走过来 只一瞬间 林向晚就红了眼睛 像个泼妇一样把保镖打走 你们干什么 怎么能这么对承妍 她又扑过去 捧住宋承妍的脸 承妍 你看看我 我是婉婉啊 我回来了 宋承妍被吓到了 酒都醒了大半 看着林向晚的眼神 像看见了鬼一样 我怀疑这家伙的眼里 装了定位器 只一眼就在人群中锁定了我 屁颠屁颠朝我跑来 躲到我身后 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嘀咕道 姐姐 这个人长得好难看啊 我怕怕 众人哄笑出声 林向晚的脸 直接仗成了猪肝色 我第一次觉得 宋承妍的脑子撞坏了 也挺不错的 我将她搭在我肩上的爪子拍开 冷笑 难看吗 你当初可是喜欢人家喜欢的不得了呢 宋承妍急切地反驳 才不会呢 我才不喜欢她那样的 我一直一直都只喜欢姐姐的 可是姐姐 却总是不相信我 她的声音小了下去 很是委屈 我听得都有些心软了 林向晚更生气了 直言 温小姐 成言现在是脑子摔坏了 你不过是成人之危 等她清醒后 自然知道自己最爱的人是谁 你 笑不到最后的 她露出一个胜券在握的笑容 潇洒离开 是啊 宋承妍清醒后 毫无疑问会选择她 虽然我并不稀罕一个男人的选择 但还真被林向晚这个女人装到了 我很不爽 但却反驳不了 这口气我憋了一晚上 越看宋承妍 越看不顺眼 回家后 她还没眼力见地过来要贴贴 我气急了 赏了她一个大嘴巴子 去找你的前女友贴贴去吧 她还眨了眨眼 表情茫然 然后委屈地哭出声来 不要前女友 只要姐姐 而后像支书带熊一样 死死抱住我 我正脱不开 最后两人都力竭 瘫倒在沙发上时 她的两条大长腿 还死死缠住我的腰 我突然发现 自己好像越发拿她没办法了 林向晚倒比我以为的更加难缠 我开记者会发布会时 她突然从人群中站起 想必大家都听说了 不久前宋温两家联姻 但其中的豪门密文 大家又知道多少 记者们的眼睛都亮了 敏锐地捕捉到了今天的头版头条 请问这位小姐 你是知道什么内情吗 请您展开说说 林向晚面对镜头 红了眼睛 请大家一定要为我做主 我和成岩两情相悦 可这位温氏集团的大小姐 却趁成岩摔坏了脑子 记忆错乱的时候 连哄带骗地和她结婚 硬生生将我们这对有情人拆散 我苦苦抗争 但人为言轻 根本不是资本家的对手 所以请记者朋友和广大群众 一定要为我讨回公道 还给我们普通人 一个公平公正的机会 我林向晚在这里对天发誓 我和宋承岩 才是真心相爱的 任何人都别想把我们分开 话音刚落 一滴眼泪从她洁白的脸庞滑落 毫不凄美 大家都被这段坎坷的爱情故事打动 纷纷将矛头对准我 有几个气性大的记者 直接冲到我面前 几乎将话筒对到我脸上 温小姐 请您对此事 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否则 我们今天就曝光你们 宋氏集团的恶行 则 我还真是好怕呀 一个小时后 舆论开始发酵 温氏集团成功登上了头版头条 无非就是歌颂林向晚和宋承岩 绝美的豪门爱恋 顺带在狠狠踩上我一脚 说我是个不择手段 夺人所爱的小三 我随意扫了一眼 就扔下手机 开始处理今天的工作 秘书敲门进来 一脸为难 温总 宋少吵着闹着要进来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 宋承岩冲了进来 双手撑在我的办公桌上 俯身逼近我 气势十足 但一开口 却像只委屈的小狗 声音都带着哽咽 姐姐为什么不肯见我 是相信外面那些女人的茶言茶语 就怀疑我对姐姐的心意了 从未怀疑 本来就没有真心 我怀疑什么 她气势更甚 那为什么公司的人不让我见姐姐 我挑了挑眉 可能是因为你没有预约 宋承岩的脸都气绿了 我见自己的亲亲老婆 还要什么预约 她赖在了我的办公室 说什么也不肯走 只要我感人 她的眼圈立刻就泛红 咬着嘴唇 委屈又倔强地看着我 几个经理陆陆续续进来汇报工作 看到她红肿的眼睛时 神情一个比一个惊恐 那眼神就像是在控诉我 我也是你们办公室 play中的一环 我的仪式英明都要毁于一旦了 我狠狠瞪向宋承岩 她却只是无辜地眨了眨眼 抓过我的手 贴在自己脸上 姐姐 我是不是又惹你不开心了 你怎么打我 罚我都行 就是别不要我 那一瞬间 我就拿她没有任何办法了 闺蜜宋莫打来电话 说她物色到了新的联姻人选 这位速封产业的继承人 是个gay 但无任何不良嗜好 性格温和 她和你的想法不谋合合 也需要一位婚姻合伙人 承诺婚后 不会干涉你的任何行为 可比脑子不清醒的宋承岩 更加适合成为你的联姻对象哦 确实 她比宋承岩要省事许多 我也不用担心 再从哪里冒出什么前女友 我正准备开口 手机上弹出了一条新闻 宋氏集团官号亲自下场 首思绿茶女 原来林向晚回国的原因并不单纯 她在国外染了毒瘾 欠下巨额赌债 此次回国 就是想趁宋承岩脑子不清醒 狠狠捞上一笔 毕竟当年她和宋承岩的事 曾闹得沸沸扬扬 豪门为了清静 给她一笔补偿费也很正常 可她没想到 踢到了我这块铁板 并且事情的走向 也和她预想得完全不一样 所以她才在记者会上铤而走险 可事实上 就连她和宋承岩两年的恋爱经历 都是假的 宋氏集团的声明上 配了一张图 正是一张为期两年的契约情侣合同 两年后合约解除 宋承岩将给林向晚五百万 作为酬劳 当年他们一起出席活动的次数 都寥寥无几 私下两人更是从未单独见过面 连朋友都算不上 顶多算甲方乙方 声明一出 网友瞬间倒戈 搞了半天 原来是这女的自导自演 还往人家正牌老婆身上泼脏水啊 要不要这么离谱啊 这女的真觉 把自己搞成了笑话 我能嘲笑她一整年 我本想过段时间在处理舆论 毕竟捧得越高 才能摔得越惨 而林向晚大概没料到 宋承岩的脑子都摔坏了 宋家竟然还能在短时间内 找到这些证据 她的谎言彻底被戳破 也该灰溜溜地滚回国外了 等待她的 将是巨额的债款 和她见不得光的 灰暗的下半生 她原本也是富裕之家 可是后来家到中落 却还舍不得奢靡的生活 攀比成瘾 幻想用赌博来满足自己对物质的渴望 会落到今天这样的下场 也不令人意外 我目光下矣 发现声名莫尾处 还附上了一段视频 点开就是宋承岩忧怨的脸 她对着镜头 扶我吐槽 拜托某人 不要再来碰瓷了好吗 比不上我亲亲老婆的一根手指头 也就算了 还敢造谣 我喜欢的人是她 多大的脸啊 要是害我被姐姐讨厌了 你负得了则吗 她吹胡子瞪眼的小表情 把我给逗笑了 回过神来 才发现 默默还在等我的回复 再说吧 鬼使神差的 我敲下了这三个字 犹犹豫豫 一点也不像我的行事风格 宋莫作为我多年的好闺蜜 也很震惊我的决定 她甚至还大胆预言 我和宋承妍会假戏真做 我也被她的想法吓到了 但第一次 开始正式思考 我和宋承妍的关系了 仔细回忆了一遍 自从她脑子摔坏后 我们之间的相处 变得异常和谐 要是一直这么下去 好像也不算太坏 可她这个毛病 总会有痊愈的那一天 到时候两人又该怎么收场呢 手机忽然响了 许久没有联系的江静 约我见面 其实我对她算不上多么喜欢 只是当初比较满意那张脸 愿意多接触试试 可还没来得及培养出感情 宋承妍就摔坏了脑子 恨不得24小时站在我身上 我和江静几乎没再见过 自然而然也就吹了 今天见一面也好 把事情说清楚 对大家都好 地点还是那家餐厅 江静的脸色不太好 她灌了一口酒 苦笑一声 是不是我不主动 姐姐就不知道找我了 我想了想 算上今天 才是我们第三次见面 前台词就是 你表现出来的深情 究竟又有几分真心 从前我灌着她茶言茶语 不是因为我不懂 而是我乐意 但现在 我脑中不自觉浮现出某人的身影 她笑着朝我撒娇 委屈地求抱抱 动不动就姐姐长姐姐短 家中已经有个不省心的了 外面的花花草草 还是早点断干净的好 但我才不承认 这是为了宋承妍 我只是怕她哭喊天地 再次败坏 我霸道女总裁的名声而已 果然 被我说中了 江静的表情将一顺 她恼羞成怒 姐姐觉得我是虚情假意 那宋承妍呢 我眉头一皱 什么意思 江静的情绪越发激动 我承认 我接近姐姐的目的 不算单纯 但宋承妍她脑子摔坏了 都是装的 她才是彻头彻尾 都在欺骗你的人啊 我只觉得脑子轰然炸开了 久久不能回神 晚上回到家 我只觉得浑身都像散架一样 疲惫不堪 浴室里传来水声 门是虚掩着的 要是平时 我肯定趁机大饱眼福 但现在我完全没有兴致 宋承妍 你洗完后就出来吧 我们聊聊 过了半晨 她才低声回应 好 她甚至没有擦干净身上的水 穿了条短裤就出来了 我打开手机 播放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 宋承妍沉着脸 冷声开口 最近把姓姜的那小子看紧点 别让他出现 又扰乱了温鱼的心 那冷酷决绝的样子 分泌和脑子受伤前的宋承妍 一模一样 我们领证已经两个月了 而视频的拍摄日期 是在一个月前 你还有要解释的吗 她张了张嘴 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温鱼这辈子 最讨厌被人当成喉耍 我连夜回了自己市中心的大平层 却一整晚都没有睡着 也没有收到一条宋承妍的消息 第二天一早 打开门 一道人影被大门直接拍在了墙上 门后传来宋承妍委屈的声音 姐姐真是好狠的心啊 谋杀亲夫了 我盯着她脸上的胡茶 不可置信 你在我门口坐了一晚上 那还不是怕姐姐跑了 别叫我姐姐 你脑子分明好好的 她竟然还敢不要脸的贴过来 搂住我的腰 用下巴在我头顶蹭了蹭 嘿嘿笑道 姐姐喜欢的话 我就天天叫 我推开她 她却执拗地拉住我的手 我甩开 她又凑上来 真是烦透了 我出了小区 她也跟着 把我五根手指头 攥在手里 每一根都把玩了个遍 还锅噪个不停 姐姐的手又白又嫩 捏起来真舒服 姐姐的脸也软软糯糯的 可惜现在不给我捏了 她话还没说完 对面马路上 传来一声刺耳的轰鸣声 一辆货车撞开围栏 向我们冲了过来 小心 宋承妍牵住我的手 顺势用力 将我甩了出去 而下一秒 她却倒在了血泊中 最后那一刻 我直视她的眼睛 分明全是真心和诚意 怎么之前 我就是看不到呢 宋承妍进了抢救室 我蹲在墙角 脑中和宋承妍的过往 历历在目 姐姐 这个人长得好难看啊 我怕怕 我才不喜欢她那样的 我一直一直都只喜欢姐姐的 可是姐姐 却总是不相信我 拜托某人 不要再来碰瓷了好吗 多大的脸啊 要是害我被姐姐讨厌了 你负得了责吗 明明她从未掩饰对我的心意 明明她一直都热烈无畏地靠近我 是我的错 是我发现得太晚了 宋承妍在抢救室待了多久 我就在走廊上哭了多久 直到警察出现 说抓到了幕后凶手 等该今天下午 出国的林向晚 策划完一切后准备逃走 警察在机场蹲守了一个小时 将她逮捕归案 心脏像是被一只大手捏住了一样 痛到无法呼吸 都怪我活得太骄傲 一直以来都轻视这个女人 从未将她放在眼里 如果我再警惕一些 这一切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 宋承妍是不是就会一直乖乖 跟在我身上 姐姐长姐姐短了 一瞬间 悔恨的情绪 将我整个人都吞没了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我脸上忽然痒痒的 一睁眼就对上了宋承妍的眼睛 少年脸色苍白 却毫不犹豫朝我咧嘴一笑 潮心姐姐了吗 她收回手 自顾自地解释着 感觉这一觉睡了好久 还梦到了姐姐 所以刚才没有忍住 才捏了姐姐的脸 是我不好 整整一个月 我守了她整整一个月呀 才再次听到她的声音 一瞬间 我就红了眼眶 急切辩解 你才没有不好 你一直以来都很好很好的 她看着我 表情错愕 姐姐 你这一次 我不打算再回避 只是她的眼睛 一直以来都是你在表白 这次换我来 我们认真试试吧 从一场电影开始 从一次约会开始 我们可以牵手 可以接吻 和所有情侣一样 去所有情侣喜欢去的地方 你爱撒娇也好 秀恩爱也好 我都陪你一起 宋承言 我喜欢你 我们在一起吧 番外 男主视角 温伯伯家有一个小姐姐 分明只比我大两岁 却稳重又能干 不像我 只会撒娇 还动不动就爱哭鼻子 爸爸总是拿她来数了我 说人家考试又得了年级第一 说人家竞赛又得了一等奖 她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把我衬托得一无是处 十岁之前 虽然从来没有见过面 但我对这个姐姐打心底里讨厌 第一次见面 是在她的生日宴上 她穿得像个小公主 神情巨傲 一出场就是全场的中心 装什么装啊 我对她更讨厌了 当天下午 老师给我爸爸打电话 会暴露我的期中成绩 爸爸嫌丢人 气挤了 给了我一个耳光 我捂着脸偷偷跑出去 一个人蹲在角落里哭 不知道哭了多久 等我再进去时 蛋糕已经分完了 我有些失望 低着头站在一边 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双公主鞋 是那个讨厌的小姐姐 没想到她的声音 竟然这么好听 给 你的蛋糕 我瞪大了眼睛 原来她注意到 我偷跑出去了 原来她还特意给我 留了块蛋糕 我突然觉得 她好像也没有 那么让人讨厌了 后来 我再也不嫌 爸爸拿她教训我了 甚至吵着闹着 想知道她的近况 她得了第一 她拿了一等奖 我都会很骄傲 看吧 这可是给了我蛋糕吃的小姐姐 就是厉害 不知不觉中 我开始习惯追随她的步伐 逐渐把自己也伪装成了 和她一样成熟强大的样子 我以为 这样我就能靠她更近一点 但是没想到 这样成熟稳重的姐姐 竟然会喜欢将近那种 动不动就红眼睛的小绿茶 我太生气了 生气到一半 忽然反应过来 我自己以前好像就是这样 爱哭鼻子 爱撒娇的小绿茶呀 我决定了 做回自己 夺回姐姐的心 感谢观看